每個月都要跟我分手 他經常說我一事無成, 不死也沒用 我現在就死給你看 不要啊, 肯, 我就跳給你看 你先來吧 小姐, 是不是你報警嗎? 小先生, 你坐在那裡很危險的 你冷靜點 你別走啊, 你先走啊 小哥, 你先等談貨專領吧 等你蚊子睡, 收拾吧 我看來就是樂二幫你 現在就收拾了 你怎麼在街坊收拾, 你有你坐在那裡 我有我收拾 你這條彈傘? 我跳樓關你什麼事? 這麼高跌下去, 你不放不彈傘 死了的話, 被你笑你廢柴 誰是廢柴? 你當然不是廢柴 這麼高跌下去不一定會死 死了的話, 害了女兒 全世界一定罵她壞人 到時候你真是做廢柴 阿Sir罵人當勾人? 說話粗俗嚇死人 這次有聲有話 想不認是你也不行 我勸她叫她不要自殺 這樣她也要投訴我, 有沒有搞錯? 這傢伙開口說人廢柴 賣口說人廢柴 他還怕我不能死 說我跳下去一旦就散了 沒理由想他死的 他是專家嗎?他不是嘛 你有沒有想過你這麼說話 會令他更激動, 甚至會跳下去 難道真的繞著雙手什麼都不做 在這裡等談判專家來? 你偷了盒子裡面的錢? 沒有偷, 只是電視而已 又是你教我, 士金漫田 非常視頻, 非常守斷 你偷錢跟朋友是兩回事, 你要清楚嗎? 幹什麼?大神 如果當時你在場的話 你會不會讓他投訴人不要跳樓? 如果當時沒有其他人比我更加適合的話 我一定會發聲 問題是他用粗俗的說話 這個也是投訴人的指控 但粗俗不粗俗其實很主觀 說不定警員想用同聲同氣的方法 去說服他呢? 就是讓你再選一次 你會不會等到談判專家才做事呢? 我不是怕被人握個檔案 我是怕我不懂得怎麼教兒子 來一個沒受過談判訓練的警員 用這種方法去勸投訴人 也算是達到效果 所以我也同意CAP好分類 不禮貌和行為不當都是無法證實 但我建議提醒警員執行類似職務時 遇著勇辭 於是